不要皈依回教 改名 欢信 成为回教族 从此我们华人的姓氏就没有 世世代代 男的就是阿肚拉女的就是巴基马 然后呢 他们名字前面一定有男的 女的 宾地 所以从此是成为宾拉登的家族 所以在马来西亚来讲 华人不回忆 跟马来人成为 因为改名 欢信 你一天成为回教 体验一下272级的可以去体验一下 如果不想上去的 你可以在三角下拍拍照 但是要注意的就是这黑肤都会有一些猴子 那这些猴子是蛮提的 所以你们不要去惹它 不过你不惹它 它不会惹你 这里不像巴基马那一窝 那么我们喝这里的燕窝呢 那么它也是真的 只是呢 它不是用一片片煮 也不可能啦 一片片太贵 因为他们在处理燕窝的时候 不是很多税吗 他们就是拿着税来组成的燕窝 所以呢 还是可以喝 是真的 只是没有家族的一片片 那如果你在家有吃燕窝的人 那你来到这里的话 因为就比较 因为燕窝你本身有吃的话 你就可以比较到价格 而且要用同等级来比较啦 那么如果比如说金丝燕和金丝燕比 那个观念和观念比 当然最好的就是观念 你知道为什么观念最好吗 因为燕窝吐出来的第一批鸟巢 就是我们踩下来的 所以那个精华是最厉害的 口水最多的 所以那种呢 以前呢 都是在几千年前都是送给王帝的 所以应该叫观燕 就是这样 它的品质最好 所以它的燕哦 就像它的鸟巢的形状 没什么大改变 因为呢 在它处理过程中呢 没什么好处理 就羽毛啊 也不多 什么不多 没有那么多其他的杂质 纯 纯 纯度最高 所以观念是一等的 那么接下来第二批 第三批的口水 因为它的窝给人采的窝 要飞回来之后 那些工人也很厉害 用眼睛慢慢的把那些肮脏的东西全部拿走 在拿走的时候呢 这个燕窝已经不成形了 所以他们就会把它压成一片片 就是做成所谓一般的烟柄 那个形状 所以跟观燕不同嘛 观燕呢 整个燕的它的形状就是要摸 因为它是低低头水 就很纯很纯 那马来西亚的燕窝呢 如果你在台湾有吃 那么肯定比你们台湾便宜最少30% 吃好的燕窝 冻燕最少 那么但是呢 马来西亚呢 在这里呢 吃燕窝的人 虽然说是比台湾便宜一点也是不多 因为都是有钱人吃 因为你要吃得漂亮 那个是要天天吃 但是如果你们有亲朋气友 有气管的问题 你可以试一下燕窝 真的很有很有效 这个不道理不相信 因为说 因为我本身我女儿她出世一岁到五岁就整天咳嗽 她现在六岁了 看了很多医生都是看砖科 不花不花 糖果不能吃 冷的水不能喝 喝汽水 她已经几年没喝过汽水 甜的东西也不能吃 因为她一吃就有糖 她就一直渴 很敏感 那其实我和我老公也不太相信 因为我们觉得燕窝的东西是给我们华人吃的贵的 可能有其他东西跟她差不多一样 可能我们觉得就是这东西是给我们华人的 尤其香港人破搭那个市价太贵 所以我们没有想到要吃 可是因为真的渴到不得了 看了很多医生 最后我就破釜成舟 所以我说哈 我就吃一次 我一次过一台金 反正一台金才几万塔台币 我就说有没有笑 我就这一台金 有笑就是hush food 到今天六岁多 他已经每个礼拜可以吃 我家里可以买冰淇淋 可以吃巧克力 他多开心 他到六岁他才有机会吃到什么 我叫冰淇淋巧克力 完全不能吃 如果你真的有朋友 孩子啊 或者朋友气管的 这个阴挪真的不到你不吃 有这样的效果 不过一天一半一个月吃一次 那那那那可以 所以坦白是我自己的吃 因为我不舍得吃啊 你叫我一个月吃一次又没有效果 对不对 孩子没办法 那个咳嗽真的要不 opa补你 你看它 在哪里 我外面嘴巴 在哪里 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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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中心 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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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肉啊 放在那边慢慢的卷 卷起来折起来就好像那个火饼春卷那种 然后放一点辣椒浆或者甜浆或者鱼露 这样来吃 来 那我们的餐厅是在对面 这里过去呢 那么我们过马路 要看车尤其是机车要小心你们的包包